吴楚之战 以吴军全胜而结束 虽然污害吴子虚父兄的罪魁祸首 楚平王和废吴继 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死亡 吴子虚还是用编幕这种特殊的方式 替冤死的父亲和哥哥报了血海深仇 战败的楚国满目疮痍 年轻的楚昭王一心复国 奉行和解政策 他不但没有记恨吴子虚 还力请吴子虚回来 与自己一起治理楚国 却遭到了吴子虚的拒绝 吴子虚为何铁了心不回楚国呢 吴楚大战结束了 但复仇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一个深受吴子虚影响的人 为报复仇在27年后 再次在楚国掀起了一场反叛风暴 楚国险些再次灭国 这又是怎么回事 吴子虚最终的结局如何呢 陕西师范大学韩刚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吴子虚复仇 第九集 复仇的魔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历时十个月的吴楚之战终于结束了 吴王和林率领吴军安施回国 吴军撤退后 当年十月 楚昭王返回颖都 随后论功行赏 组织民众抗敌的 紫西被任命为令营主管朝政 紫西为司马 洪管军队 楚昭王还重赏了斗新 斗朝等九位功臣 吴楚之战后 楚国执政团队奉行和解政策 力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 以便储国修养生息 以便储国修养生息恢复国力 据粤绝书的记载 楚昭王与令吟子西 司马子气商量 吴子虚不死 又不回到储国 国家还是得不到安宁 怎么办呢 不如照他回国 与我们一起治理国家 这样楚国才能免除吴国的攻击 于是楚昭王派使者到吴都 拜见吴子虚 使者说道 当年先王冤杀了您的父亲和兄长 大夫为了报仇 引吴军攻进引都 引发了这场战争 给吴家和楚国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但事情发生时 当今大王还小 不懂事 所以此事实际上 与当今大王无关 现在这仇也报得差不多了 当今大王知道您有深仇大恨 也不敢怨恨您 愿意抛弃以往的恩恩怨怨 朝前看 毕竟您是楚国人 祖坟尚在楚国 大夫何不借此机会 与大王握手言和 也好夜落归根 楚国虽小 大王愿意以您一气致力 百姓虽少 大王愿意以您一气十万 如今仇也报了 孝也尽了 名也有了 大夫该尽好就收 急流勇退了 吴子徐沉思良久 回答道 我如果借此机会 去获取名誉 这声明也很想喝了 如果借此机会 去获取利益 这利益也不薄了 但起先是为父报仇 现在却去追求名利 这种备恩弃义之事 仁德之人 是不会去做的 父亲死了 儿子却回去 享受他的俸禄 这不是为人子 阴尽的孝道 感谢楚王 捐弃前嫌 但五云 深受吴王重恩 必当竭尽心智 效忠吴王 只能辜负 楚王的一片心意了 实则无奈返回颖都 回报楚昭王 吴子徐是铁了心 也不肯回楚国了 楚昭王不计前嫌 请吴子徐回楚国 一同治理国家 可吴子徐再也不愿意 回到楚国那片土地 楚昭王死后 当政的紫西 又计划将米圣召回 米圣是楚国前太子 米剑的儿子 当年 楚平王听信废无忌的谗言 想要诛杀太子剑 太子剑逃亡他国逼祸 却因与晋国合谋 袭占郑国 事情泄露被政国所杀 吴子徐才带着米圣逃到了吴国 紫西也是楚平王的儿子 他要召回米圣 应该也有亲情的成分 但是紫西的这个计划 刚一提出 就遭到了一位大臣的强烈反对 这又是为什么呢 吴楚之战后23年 此时 楚昭王已经死了 即位的是他的儿子 楚慧王 执政的紫西计划召回米圣 当时 楚国有一位名臣 叫沈朱良 紧急面见紫西 想要阻止此事 沈朱良 自子高 是沈隐虚的长子 阴公封在叶县 史称叶公 叶公说 我听说米圣此人 狡诈而无诚信 品行有缺 不守规矩 把他召回楚国 是给国家引来了祸患 还望大人三思啊 紫西回答道 我怎么听说的和你正好相反呢 我听说米圣有勇力 上宫战 而且讲信义 我打算把他召回国 让他驻守边境 以为国家的平凡 这样不仅无害 而且是大大的有力 打赴你多虑了 叶公见紫西 如此大意 值得耐着性子 继续苦劝 合乎仁义之道 才能叫的信 寻意而行 才能称为勇 我听说米圣言而无信 反复作边 而且四处招来死士 恐怕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如果这样还不能引起大人的警觉 一意孤行 您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即使话说到这个份上 紫西还是没有改变心意 派人赴吴国召回了米圣 把他安置在毗邻吴国的边境重镇 白义 就在今天河南省西县东 此后 人们依惯例 称米圣为白宫 或者白宫圣 正如叶公所预料的 这个安排 为楚国的再次内乱 埋下了祸根 白宫圣从小就跟着吴子虚四处逃亡 颠沛流离 危难重重 他深受吴子虚影响 伴随仇恨和苦难长大 内心的复仇欲望 较之吴子虚 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一直没有忘记 父亲被郑国所杀的仇恨 白宫圣回到楚国后 就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可是在出兵罚政的问题上 不仅于当初 召他回楚国的紫西 有很大分歧 最终竟反目成仇 最后白宫圣竟起兵造反 接下来 他在楚国又掀起了一场 怎样的大动乱 这场叛乱最终结局如何呢 陕西师范大学韩刚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吴子虚复仇 第九集 复仇的魔咒 有了自己的地盘后 白宫圣就向紫西请求 讨伐郑国 替父亲报仇 紫西的回答是 这件事我知道了 你先等等 过一阵子再说 过了许久 紫西那里也没有动静 白宫圣就又向他请令 其实是在提醒他 紫西答应了 但始终没有给白宫圣 拨付军队 更糟糕的是 还在后面 静国征伐郑国 郑国向楚国求救 储军救援 静国撤兵 郑国就与楚国结盟 还贿资了执政的紫西很多财物 紫西明知道白宫圣与郑国 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还救援郑国并与之结盟 这事如果搁在明白势力的人头上 可能考虑国家大局 也就牺牲个人恩怨了 但白宫圣不是这样的人 他复仇心极重 做事狠辣偏激 因此听闻此事后大怒 说了一句话 郑人在此仇不原意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白宫圣与郑国有杀父之仇 你紫西不是不知道 却三番两次的搪塞我 现在不仅救援郑国 还与之结盟 这是对我的羞辱啊 所以白宫圣就把紫西 也视作杀复仇人 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孔子去世 春秋时代即将结束 就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 白宫圣击败了 侵扰楚国边境的吴军 然后请求去国都献抚 朝廷批准了 秋7月 当白宫圣率领部下进入国都后 立刻发动叛乱 叛军杀死了令银紫西和司马紫西 控制了国都 紫西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自己当初的一个决定 会埋下如此大的淫患 不仅楚国遭受如此大祸 自己也送掉了新名 白宫圣控制国都之后 一开始向废掉楚惠王 另立一个傀儡楚王 自己在幕后掌控朝政 最后又决定自立为王 那么白宫圣发动的这场叛乱 最终有没有获得成功呢 白宫圣的头号心腹 时起劝说他 时已至此 应该放手一搏 焚烧俯库 除死楚王 向国人表明一死的决心 这样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否则这事成功不了 白宫圣犹豫不决 他说 不可以这样做 我只想杀死这些 把持朝政的奸臣 可不想做 谋士君王的乱臣 士君不详 至于焚烧俯库 会失去民心 再说了 没有俯库物资 我们凭什么守城啊 时起政变道 您是王族 本来就应当享有楚国 如果您善待百姓 竟是鬼神 自然会受到上天和祖先的庇佑 怎么会不祥呢 俯库物资 本来就是不义制裁 既然不能发给楚国民众 笼络民心 还不如一把火烧了 不要招人惦记 但白宫盛始终不肯接受 时起的意见 困守国都 失去先机 随着时间的逝去 各地秦王之时 纷纷赶来 局势变得严重起来 白宫盛就想废掉楚慧王 另立子驴为楚王 让他在前台做傀儡 自己在幕后掌控朝政 紫驴是楚平王的儿子 楚慧王的书辈 他很贤能 当初曾经五次辞去王位 现在怎么会赴逆 做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呢 所以执意不从 白宫盛就来应的 带兵劫持了紫驴 再次好言相劝 紫驴表态道 如果您念在自己是楚王后裔 有心安静楚国 匡政王室 而后脱身国家 保国安民 我怎么敢不听从您的号令 但如果您一意孤行 想专权牟利 倾赴王室 不顾楚国 我是王室子孙 既然无力杀贼 甘愿舍身成人 宁死也不会妥协的 白宫盛一看谈不拢 对方不肯上当 恼羞成怒 灰剑杀了子律 楚慧王是白宫盛最重要的人质 白宫盛怕他被人劫走 秘密的将其转移到一座仓库 保险起见 还派自己的心腹石启 亲自把守大门 但楚慧王还是被手下人救了出来 怎么救出来的呢 左传和实际的说法略有不同 左传哀公十六年说 羽公羊血公 父王已如招妇人之功 说是有一个楚国大夫挖了个地道 把楚慧王背到招妇人 也就是楚慧王的母亲的宫殿里藏了起来 史记楚世家说 慧王从者驱顾 父王王走 招王夫人公 说是一个叫驱顾的手下把楚慧王背到了招妇人的宫殿 没有了人质 叛乱大势已去 事宜多日后 白宫盛终于私下遮羞布自立为王 叶公和其他秦王部队合力评判 与白宫盛的军队展开激烈的巷战 最终叛军战败 事实证明 史起的意见是正确的 白宫盛独自一个人逃到城外的山中 自溢而死 他的部下将他的尸体藏匿起来 史起被活作后 储君问他白宫盛的下落 史起回答道 我知道主公死的地方 但老话说 实军之路 忠军之势 主公待我不驳 嘱咐我不要说 所以我不能说 储君就威胁他说 乱臣贼子还讲什么心意 不说就碰了你 史起哈哈大笑 好啊 那你们就赶快动手吧 还磨叽什么 自从跟随主公参与大事以来 我心里就很清楚 这事啊 成了就贵为公卿 从此做人上人 是不成呢 就是个死 碰了我 正如爷爷所愿 有什么害怕的 储君就把石起给碰了 这场叛乱 自始至终 时间并不长 史料中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十九天 另一说是一个多月 白宫之乱 为什么会失败 根本原因 是楚国的执政当局 并没有什么大的失误 楚国民心私定 而白宫盛被复仇冲昏了头脑 误判行事 逆民意而为 失败是必然的 白宫盛 父亲找死 小小年纪 就跟着 吴子虚 颠沛流离 寄人篱下 很难想象 一个孩子的心灵 会因为这种种的不幸 而扭曲成什么 他的心理 其实并不健全 因此成年后 才会报复性反弹 这就是白宫之乱的 心理成因 而扶养教导他的吴子虚 又被复仇之火 冲昏了头脑 鞭打楚平王坟墓的 极端举动 表明吴子虚的心理负累 有多重 深受吴子虚影响的白宫盛 又怎么能以 普通人的理性 看待和揣夺呢 沉重的复仇心理 带给吴子虚和白宫盛的 是无尽的痛苦 甚至灾祸 是对他们人性的极度摧残 他们无法放弃 内心的仇恨 自然不会向前看 不理性 偏执 乖张 给自己和他人 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正如太史公所言 怨毒之于人 甚已哉 复仇之火 基于人之本性 但如果不用理智 予以克制 就会成为社会的毒瘤 因此 现代法治社会 必须以法律 替代复仇 复仇之花 虽然娇艳 但背后 却不满荆棘 执意为父亲复仇的白宫胜 最终以悲剧收场 那么 留在吴国的吴子虚 又有怎样的结局呢 吴楚之战的胜利 让吴子虚抱了血海深仇 战争后 他拒绝楚王的和解 和回楚国的邀请 执意留在吴国 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吴子虚深受吴王和驴的信赖 可是和驴死后 曾经力保夫差上台的吴子虚 却被夫差赐死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从一个对母国态度决绝的复仇英雄 到一个甘愿以死 效忠吴国的愚忠臣子 吴子虚的两种形象 为什么形成如此大的反差呢 陕西师范大学韩刚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吴子虚复仇 第九集 复仇的魔咒 我们再来看看吴子虚的结局 法楚之战后 吴子虚说道 自古以来还没有臣子像我这样复仇的 因为一举击败老牌霸主楚国 吴国升危大震 当事时 吴以吴子虚孙武之谋 西魄强处 北威齐进 南福岳人 迅速崛起为春秋晚期的新一代霸主 在这个过程中 吴子虚深受和驴的信赖 成为他的首席智囊 吴军退出颖都后九年 公元前496年 和驴难征越国 两军在罪里展开激战 吴军大败 和驴伤重而死 太子夫才继位 其实夫差能继位 吴子虚功不可没 和驴被立太子前 朱公子争立 吴子虚以死相争 立保夫差当上太子 夫差未感恩 还曾经允诺分国土给吴子虚 吴子虚当然没有要 但后来 吴子虚却与夫差在战略方向上 发生严重分歧 吴子虚认为 首先应南下除掉心腹大患 越国 而夫差却一门心思 向北上伐旗称霸 据吕氏春秋之话的记载 吴子虚认为 齐国只是借选之兵 越国才是心腹之急 吴国与越国势不两立 但夫差听不进吴子虚的逆耳中言 薄匹因为与吴子虚有矛盾 趁机在夫差面前进了谗言 吴子虚最终被逼自杀 据史记吴子虚列传的记载 夫差遣实则 刺剑给吴子虚说 先生还是用这把剑了断了吧 吴子虚悲愤的告诉门客 我死后 挖出我的眼睛 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 我要看看 越人怎样攻进吴都 灭亡吴国 之后自尽而死 夫差听后大怒 不许安葬 将吴子虚的尸体 装进皮革袋子里 浮尸江面 吴国人可怜吴子虚的不幸遭遇 感念他对于吴国的忠心耿耿 就在江边设立祠堂纪念他 后世对吴子虚的评价很高 例如庄子道志中就说 是之所谓忠臣者 莫若王子彼干吴子虚 把吴子虚与被商咒王 剖心的大忠臣 彼干相提并论 就是因为吴子虚 后来在吴国的忠义行为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吴子虚为了报楚平王杀父之仇 不惜忍辱负重16年 最终引吴军攻入影都 战后又态度鲜明的拒绝了 楚昭王的和解建议 对于自己的母国 他表现的态度决绝 林林然一个铁骨铮铮的英雄形象 但是对于吴王夫差的赐死决定 他却含恨接受死不甘心 一副死中吴国的迂腐形象 反差为什么如此之大呢 原因在于 先秦时代在周天子之下 清世并不专属于某一个诸侯国 只可以择贤君而辅佐之 吴子虚的父兄被楚平王无辜杀害 自己也险遭毒手 因此要求他放弃复仇义务 效忠楚国是不合情理的 反观吴王和驴 他对吴子虚可以说有知欲之恩 在吴子虚最落魄的时候 收留他 信任他 重用他 是为知己者死 所以吴子虚才会终生效忠吴国 不惜杀身成人 吴子虚身上的这种复杂性 影响到了后世对他的评价 在官方史传系统中 主要关注的是吴子虚 人生后半段对于吴国的忠 这在历代都是政治正确 而在民间传说系统中 更加看重的是他人生前半段 忍辱负重 为父兄复仇的孝 以及附着在孝之上 不畏强暴 追求公义的勇 就这样 忠 孝 勇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使吴子虚成为一个传奇 吴子虚复仇的故事讲完了 但留给我们无尽的沉思 法律如何合乎情理地规制复仇 现代人应该怎么看待 基于人性本能的复仇意识 当代中国人 又将如何在现代法治观念 与传统复仇观念之间求得平衡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他是皇帝器重的臣子 也是身居要职的地方大员 可是乾隆一次唯一重任的调用 却让他心生不满 进而策划了一桩惊天大案 是什么 让一个被皇帝重点培养的官员突然转变 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在明天的节目里将为您讲述 清朝集体攀负 敌打敌己 憋屈的评调